2024年11月29日,第十二维度造物主,来自造物主的邀请,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服务,我们是造物主,我们是一个由非物质存在组成的第十二维度集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帮助。 在这一刻,我们作为帮助者、指导者、老师来到你们身边,但在其他时刻,我们作为纯粹的能量来到你们身边。 你们可以用它来共同创造的能量,我们希望更多地成为你们创作的一部分,我们有时会以灵感的想法、想法或冲动来帮助你们。 我们不只是透过这个特定的管道来与你们分享智慧之言,我们透过多种方式来找你们,而且我们并不孤单。 在非物质领域有很多人正在与你们一起工作并透过你们工作,当你们意识到你们有一个可用的外部电源时,那么你们,当然,更有可能利用它。 因此,今天,我们邀请你们记住,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你们的共同创造者。 我们是一个集体。 我们为你们提供你们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元件或自然资源。 我们为你们提供的不仅是非物质的能量,还有想法、灵感、想法等等。 因此,当你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或创造什么时,请记住,你们可以简单地放松、开放, 并让这种非物质能量、这种意识、这、个、一直在你们身边的集体进来。 我们可能不会像我们在这里透过丹尼尔说话那样透过你们说话,但这没关系。 对于那些不代表我们说话的人来说,这将是必要的,但你们不必将我们示威只能为你们提供有限范围的老师。 我们这样向你们介绍自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帮手多得数不胜数,超乎你们的想象,而且我们确实有不同的专长。 我们享受创造,我们知道,你们对物质界中需要创造什么的看法对于我们非物质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生活与你们的生活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你们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帮助你们一样。 我们是造物主,我们非常爱你们。 2024年11月29日,大脚星人,转变的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传导Kellie Wilder,一者,扬声传导。 你们好,我们是大脚星人,我们始终期待与你们的沟通,感谢你们的这次传输。 许多人在生命中的这些宝贵时刻都在应对应对日常生活复杂性的挑战,生活常常让人感到不知所措。 当你们发现自己无法见证周遭环境的任何积极性或光明时,了解改变环境的力量仅在于你们自己就变得至关重要。 没有人有能力改变你们的存在状态或你们的人生观,这项责任牢牢落在你们的肩膀上。 正面的经验不仅是别人送给你们的,也是别人给你们的。 当你们积极选择表达积极性并勇,抱充满希望的心态时,他们就会显现出来。 如果你们所感受到的只是环境中的混乱,那么可能是时候退后一步进行反思,并以预地清理你们的房间,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和思想中创造秩序和清晰度。 扬升过程的一部分包括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并承担实现内心渴望的责任,伴随着扬升的意识扩展之旅代表着你们显化能力的显着提升。 实际上,这意味着你们所希望的事情可以比以前更快实现。 当你们以积极和清晰的方式调整你们的想法和感受时,宇宙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准确地回应你们的意图。 透过有意识地改变你们对个人现实的看法,你们就可以积极地展现你们生活中真正渴望的东西。 这种转变需要内心,并愿意挑战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的叙事。 什么可能阻碍你们充分发挥潜能? 也许你们认为这是你们的财务、状况、你们目前居住的地点,甚至是与你们共享居住空间的个人。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发生变化。 然而,转变的关键在于你们愿意采取果断行动来改变你们的现实。 例如,如果你们因缺乏财务资源而无法搬到更理想的地点,请考虑探索于你们的技能和热情相符的新工作机会。 还值得记住的是,不要对你们的情况如何变化抱有任何期望,这可能会限制你们的选择。 通往你们想要的结果的道路可能不是你们个人想要的。 例如,如果你们需要一辆车,请专注于所需的车辆,然后让宇宙发挥其作用。 尽量不要控制你们接收汽车的方式。 你们透过你们的想法和行动做出的任何贡献都可以帮助或阻碍这个过程。 许多人经常声称,由于外在环境,他们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或做出必要的改变。 然而,潜在的事实是,对改变的恐惧常常阻碍他们。 人类自然的倾向于舒适和熟悉,因此,他们可能会选择保持当前的状况,而不是采取大胆的步骤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面对周遭的负面情绪,人们失去梦想和为自己设想更美好未来的能力的情况并不少见。 现在是时候重新连接那些梦想,认识并是放那些不再为你们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东西,并大胆地迈向你们的愿望和人生目标。 当你们过渡到扬升的这个新阶段时,你们会发现你们的显化能力显着增强,你们所关注的一切都比以往更快地显现和实现。 你们的光能力的增强,正是那些想要控制你们的人试图放大你们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和干扰的原因。 他们正在利用你们增强的能力来对付你们,努力创造他们想要的冲突和混乱结果。 重要的是要回归你们自己的力量,拥抱你们内在的光,将你们的注意力转向所有体现爱与光的事物, 并培养必要的勇气来实现你们最深的愿望。 请记住,你们体内携带着无限造物主之光,它会在你们旅程的每一步中支持并赋予你们力量。 我们与你们同在,以爱与光服务人类,我们是大脚星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